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上個月24號宣布參選之後 並且延攬了高鐵董事長歐靖德 擔任市政顧問團總顧問 歐靖德昨天晚上閃電請辭董做的職務也震撼各界 對高鐵和台北市長選情帶來哪些影響 今天變態時間深入討論 邀請到的是聯合報政治組的記者錢振宇 振宇晚安 終於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大家看到了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從昨天晚上一路一直到今天早上立法院的效應 高鐵這兩年接連出現了很多 像是耗製 供電 煞車異常等狀況 這些都是高鐵發言人賈仙德今天說 歐靖德請辭的主要原因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了 歐靖德請辭真的是為了負起管理責任 還是背後有其他政治因素考量 對 其實這件事情發生的 確實剛剛如中語所說非常突然 我們線上記者大概是昨天晚上 大概10點半之後 開始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大家都很震驚 包括主跑交通線的記者 跟主跑政治線的記者 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會突然就是在今天立法院要 要被詢的時候突然請辭 那大家第一時間會聯想到 他之前就同意 這個連聲文出任 他的私任共同團總顧問 所以大家外界都會朝這個 譬如說政治的因素去解讀 包括之前葉匡氏可能講了一些話 包括他說他可能不是 認為這個不適宜 然後應該先管好自己的業務 然後這樣一話在立法院院會的時候 接受蔡志遠質詢的時候也提到 他說他個人的立場來看 他覺得政務官不適合擔任這種職務 所以總總的來看 其實這個立場我們就覺得說 大概可能是因為他 背後有很多政治因素的考量在 這個顧問團的身份引發這種質疑 但是其實我們後來了解到真正狀況 就像歐靖德他自己對外提的部分 從他去年開始的一連串的 包括轉撤器的故障 霧點延誤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去年的部分 高鐵的票價又漲 那一連串的事件 讓高鐵整個形象確實有些受到影響 沒錯 而且我們再回頭看 去年那時候出包的時候 葉匡史有講了一個重話 就是說對於高鐵常常這樣出狀況 他個人是難以接受 然後他當時就要歐靖德要負起全責 那時候其實講這句話 一般來看可能這個歐靖德 希望他提出改善方案 而不是所謂的逼他下台 對 歐靖德可能自己也知道說 這個狀況江湖部長說了重話 那一連串到現在 包括前一陣子 今年幾年初還是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這個歐靖德他今天請示的動作 他自己也講說是因為他要負起全責 包括一些票價跟一些這個問題的爭議 但今天連勝文在廣播的專訪也提到 那我覺得是一個關鍵就是說 可能因為擔任連勝文的顧問 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也許這麼多的因素造成 歐靖德他跟交往部長之間的 有一些這個理念或是說政策上的不合 那最後可能是因為擔任這個顧問這個部分 讓他覺得說今天臨時決定說 不要在立法院跟葉匡史同台 他覺得說與其這樣不如求取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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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